1800块钱 我这边就再给进化了吧 这个也算是给他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注意到 当我进化到最后一个技能的时候 就是变成红色的这个时候 我的所有技能都能 就是最后你升到第三层的时候 你剩下两个技能都能跟着进化 我们这边要直接全进化了 现在W技能和R技能 也都会想象全进化的一个效果 但是大家可以算一下 我已经花了多少钱了 来进化这些东西 好那这一波的话 我们这边终于有一个暴团 我们现在人头被 其实前期优势挺大的 现在又被追回来了 现在比分是8比8 现在一技能的长度 还是跟以前一样长 还是挺不错的 对面这场的 由于他中路是个猴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 尽量的在游戏中期 如果要有钱的话 可以把中压出了 像这种贴脸的英雄 还是比较麻烦的 找一下 算了 如果我要去拿蓝buff 小龙就要丢 所以我们这波还是要去团一下小龙 但是我们压锁没有过来 他在上路 这波 我们要放小龙的话 还能收个上台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去试一试 远程消耗一下 大家记住黄子 我们这场正好有黄子 黄子和维口头 绝对是天生绝配 好搭档 黄子只要能把人全都 框在这个圈里 我们补上一个R技能 加上一个W技能 会非常的爽 他们会全额吃掉一个R技能的伤害 拿下蓝buff 现在还是比较需求 应该是 其实也不能说需求 就是现在 我觉得他 与其说是需求蓝buff 不是说他是需求 不是说维口头是需求减cd 因为像 现在的这个版本 他的魔法值其实还好 回蓝的话不是很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 升级这个被动的倒计的时候 升到满之后 加好多魔法值的 魔法值还是够的 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减cd 我们cd技能时间cd太长了 大家可以用维口头打团的时候 发现这个英雄在打团的时候 技能老是处于一个cd状态 就是你qe放完之后 你几乎只能做的就是只有平a了 这个英雄虽然说之前算冷门 但在改版之后 我相信他绝对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上场的英雄 这个英雄 他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稳定的控制 他需要一些先手 比如说像一些稳定的队友给你制造控制 你来接这个技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英雄的伤害很高 但同时自己也很脆 他需要一个怎么说呢 他需要一个队友的支持和保护 还要有一定的输出的环境 再其次还要有这样一个像中亚这种保命道具 人家1400到以前 这一波支援一下 这两人都虚写 一下交大招 哎这边瞎子过来了 小胖能换架带我也死了 好现在我们其实人头虽然说差不多 但是经济还是暂时领先一些的 因为对面有一个小龙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稍微的要更稳一些 换一下扫描 这个版本其实拼的好多就是拼的视野了 我们有时候还是应该多买一些真眼啊 这种道具100块钱 虽然来讲也不是很贵 因为大家可以这样设想一下 你的75块钱的眼呢 它是有实现的 然后你这个真眼如果插好的的话 尤其是优质方买真眼的话是非常好的 这个可以让你一直能插在这个位置 因为略质方它不太敢过来拍你眼的 所以有时候买个真眼还是不错 因为一个队里一个人只能买一个真眼 说白了你一个队里只有五个真眼 能够同时在场上存在 这波给对我发生号 好 它这个是用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用 给它拉回来了 但是没用 就是我减CD没有 我现在身上没有减CD 确实打不动 打出数来 好 这边直接把对面的这个 虚空这样 我们现在由于没有减CD 我们没有当一个持续输出英雄球 我们只能是靠自己的这个 就一波 就是一大波一大波来打这个爆发性伤害了 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减CD 进行CG时间太长了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之后出个 其实我觉得鬼叔啊 还有那个包括 像是 如果我们终于打个 因为这场打AD 如果终于打个AP的话 如果可以出个大胜杯啊 也不错 好 我们这边还是出帽子 这个英雄呢 还是有一个超高的 也不用超高 他是属于有一个比较高的AP的加成 他的这个AP加成还是挺划算的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尽可能多出一下 多出一下法商的装备 有一个突准游戏在优势区 优势局里面比较好打 但一刀逆风局的话 就如果对面贴脸多的话 还是站不住 而且他技能释放的次数太少了 在一波团体边 我觉得好了也能放个两三次 没有办法再放更多的这个伤害了 他这个拉回到原心 我不知道这个是有 他这个进化我觉得真的是挺 不能说没用 但是也有他用处 但我觉得他不应该作为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效果 可能也想不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值1000块钱 现在帽子先出来了 扫一下 一般这个草丛里面是经常能扫出眼的 E技能一下是8秒钟的cd 这扎扣跳完了 他跳完了之后 我们肯定放个W自能新自保 好 这一波把这个大招丢出去 就让大招在这边待着了 可以持续上伤害 一下能打到三个人 刚才这一波大招打了不少伤害的 好 这一波是拿了一个双杀 接着再追 闪现过去平衡一下 啊 这一局都没有遇到太远了 应该追不上了 算了 走回了 走回了 他的这个Q技能这个平A带功法伤害的效果是十三零第三只手打出的一道激光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他这边要被晕住 但是很厉害的一点 这个是比以前加强的 哇 这个黄子这个过去感觉要被杀死呀 就这么点血 一换一了 好 回去就把帽子出了 帽子出完之后 一千八百多块钱 感觉不出大半样可惜 把大半样出了 如果我怎么说 如果我们要打爆发的话 不如可以选择到时候我们一会出个明火试试 看一下明火之后Q就是EQR的一个爆发能不能把一个秒死 直接见面一个大招 然后拿大招追他 哇 完了 瞎子给了他一个W技能 刚才平A那一下没有A出去 这个伤害 其实应该可以 这个装备都没有把对方秒掉 我现在什么样大招都比较虚了 先放个E技能 稍微挡一挡技能CD 好 给一套 但是这个 现在就只能等这个技能CD等的时间太长了 好 这边杀小炮 好 这也不赢了 就是感觉像打团战老要等技能 就是一直不停的要等自己的技能CD好 这个出装我觉得大家到时候可以试一下 看看出本鬼书会不会好 出个鬼书 哪怕不行 你可以把鞋子换成减CD系 就有点像中灾小鱼人那种出减CD装备 因为他CD确实太长了 技能来讲都是很不错的 就目前来讲他的技能 包括像Q技能这种平A这些都可以接受 就是减CD太长 还是以前那个问题 不过我们只要想到他的被动的道具比以前加强了 他这个英雄肯定在后期时的加强 以前我玩维托 比如我杀了10多个20个 我到后期前都没用 因为我想把他被动道具卖了 我都卖不了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出其他装备了 现在到好了 这个东西要多升级两次 比如说你要多花2000块钱了 是个不错的这种选择吧 而且他以前一次也算合成平滑了 雍雄肯定盟这个游戏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他不用 不用憋太多的大件 他最大的大件就是那个小就是小件里面 也是要有一个1000最贵才1600 所以要跟某些游戏比起来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我现在装备一个中亚加一个帽子 加一个被动的道具 直接是有1600AP了 这AP还挺高的 这波想拿大龙带没有什么机会 把这个蓝buff打了 把我身边的 我身上这个蓝buff也过了一半时间了 反正现在一直有蓝buff的话 减碎地还可以 还是不错的 大家如果要是用我那套就是没有带魔抗的天赋 只能带减碎地的话 天赋符文加起来10% 蓝buff也20% 一用加起来是20% 然后喝个什么蓝药啊这种的也还可以了 好朋友们 我们这场基本上就应该是赢定了 大小龙一收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去中推 然后可以去拿大龙都可以的 而且对面现在基本上经济并不差好多好多 我过两天等这个英雄玩 玩明白了 或者玩的细了 因为现在给大家讲这个英雄吧 太多细节也就是可能现在对于伤害也不算估算特别好 我提我脸上了 交个闪现先从那个黄紫那个圈里出来啊 这个黄紫这个圈一二麻烦 放个大招 这个大招能追着小炮啊 小炮还是跳走了 这还能烧死他 好好这个大招现在确实是移动速比以前快多了 啊 这波冰线直接让这个 这个星星之间死掉了 没有冰线压锁追不上的 不过我觉得围图这个英雄 他的AOE还是不错 一技能直线的AOE 包括他的大招的AOE都还是挺好的 大招现在也不错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瞬间伤害 有一定的这个处理伤害 好第一场我们先就是到这边了 然后中间还会是有一个淘宝其他店的淘宝推荐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需要购物消费大家可以看一看吧 也在做活动 还有一个美女这个实拍环节